嗯哼哼 嗯哼哼 哼哼 其實一個人其實要把一件事情完成 並不是太容易 如果你有兩隻手一起牽著 甚至更多手 能夠有媽媽來幫忙 有婆婆來幫忙 或者是自己生過小孩的姐姐來幫忙 如果有那麼多的支持系統的話 其實你看媽媽可能會因為疲憊 或是太累 或者是乳房的一些不舒服 或者是可能因為不是太理解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焦慮 甚至可能寶寶也不是太熟悉 可能會有一些乳頭破皮的這一些問題 如果家裡面的人 可以有人可以幫幫你 比如說 當你在未來很辛苦很累的時候 先生可以告訴你一下說 老婆你真的辛苦了 那要不要我去幫你準備一下午餐 嗯這個時候 我想你應該會給他會心的一笑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家裡面有其他的支持者 然後或者是婆婆 或者是媽媽 當你真的很累的時候 他可以幫你哄一下小孩 讓你去旁邊 比如說去房間 咪個兩個小時 其實媽媽就會充滿活力 就又再回來再繼續 然後有一些如果說 姐姐生過小孩的 其實如果你可以因為這樣子 我最近好像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姐姐可以告訴你說 啊其實我那時候也是這個樣子 你不要擔心 你這樣子是正常的 所以支持系統 對於母乳骨味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家裡的人真的是可以當 非常好的神隊友 把媽媽跟小孩就是 整個母奶的整個生活 其實可以把它融入到 整個家庭裡面去的 魔寶寘 10秒 116 168 J